这个明珠啊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贵兰说 她说你不确定 但我觉得其实在你这个年龄段 不确定其实是很正常的 但我只是觉得什么呢 我觉得你在每一段经历当中啊 你都是在不确定当中 其实没有去走心 但你整个过程你都没有去思考说 你每一段经历它到底带给你什么价值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叫邱明珠 毕业于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 读的是绘画创意制作和视听专业 本科毕业于河北传媒学院 读的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本科在校期间呢 也参加了许多的学生会组织 组织策划了许多的大型的 或者是小型不同规模的 校内外的活动以及晚会 并且担任主持人的工作 本科在校期间呢 也有跟朋友进行过一次创业 创了一个传媒公司 这一段经历呢 使我提高了我各方面的能力 然后今天来到我们 非你莫属的舞台 然后想求这一份活动策划执行 或者是运营类的岗位 谢谢大家 休明珠 回来快有一年了 对 在家躺了半年 以前期间就没干点别的什么 我其实是有在做一个抖音的 这么一个自媒体账号 然后是跟我朋友 我朋友是在西马拉雅达那边 然后他是之前在国内是拍纪录片的 然后他会拍一些西马拉雅的一些风景啊 人文啊 用航拍的形式 然后去做 然后我是主要负责是配音 然后我们去把它拼合在一起 然后制作了这种的短视频的形式 你能把那个账号跟我们说一下吗 我们可以提前看一下 叫37度制御馆 然后这个账号的话 粉丝数其实不多 就200多个粉丝 也是我们正在做 你做了多久 这个账号 大概有 一个月了吧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不把这些抖音当中的作品 其中一个或两个作品 放在大屏幕上 作为你的这个作品来展现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之前有纠结过 我是那种性格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不太喜欢 我们不确定的事情 然后做一个张扬啊 或者说做一个 就对外放出来 我比较喜欢做的是 我有把握的事情 我认为任何一个作品 只要你给其发生出去 你对它就应该是有信心 那是你的作品 除非你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 你今天面试的职位 是活动策划和运营 对 你的一项企业是哪家 我的一项企业的话 可能是58吧 可能是 因为 因为就是 我不确定 就是其他的这种互联网公司 还有什么 你这个可能把我说的 都没信心的 没有 不是的 哎呀 因为我不确定 就是在场的 有没有其他的互联网公司 现场的企业家 比以往已经少了 少了有两家 这些所有的企业 是干什么 什么兴致 你没了解吗 我就是大概看了一下 然后因为我的目标企业的话 其实是有两家 一家是 金山 然后一家就是58 这样子 好 我没有问题 金山云 金山云 所以明珠 你的这个不确定 你不觉得好像 我觉得是贯穿了你 过往的所有的历史 所以你其实从整场面试下来 就是你的气质 言谈沟通 其实都挺好的 但是你看你有多少个不确定 首先你在15年到17年 你在上学期间 你做了多少份工作 比如说人力资源 然后创业 做直播 做抖音 然后现在要做活动 其实我觉得每一项 你都不确定 然后这个里面导致什么呢 其实给我的感觉 就是你每一件事情 你不精进 这个明珠啊 其实我觉得刚才 这个过来说 他说你不确定 但我觉得其实在你这个年龄段 不确定 其实是很正常的 但我只是觉得什么呢 我觉得你在每一段经历当中啊 你都是在不确定当中 其实没有去走心 但你整个过程 你都没有去思考说 你每一段经历 它到底带给你什么价值 这也就是